Hi,上个视频我讲了引导定义从句的关系代词,这个视频就来看引导定义从句的关系副词。 常见的关系副词有when,why,where等。 第一个,引导词when表示时间,when指代的时间在定义从句中依旧表示时间状语,比如,I still remember the year when you graduated from number 8 middle school。 主句是我依旧记得那一年,哪一年呢?后面的从句会说清楚,就是你从八中毕业的那一年,所以句意就是,我依然记得你从八中毕业的那一年。 再来分析一下,在句子中,先行词是the year那一年,表示时间,用when指代它,再从句,you graduated from number 8 middle school,做时间状语,因此用关系副词when来引导从句。 再比如,I forgot the day when you met him,主句I forgot the day,我忘记了那一天,到底忘记了哪一天呢? 后面有一个定义从句来说明,从句前的先行词the day是一个时间,引导词用when,同时when在从句you met him中也做时间状语,句子的意思是,我忘记你见到他的那一天了。 第二个常见引导词why表原因,其why指代的原因在定义从句中做原因状语,但是要记住why做引导词时,他的先行词就只能有reason一个,比如we don't know the reason why he was late for school,主句我不知道那个原因。 哪个原因呢?后面的从句会说清楚,就是他上学迟到的原因,所以具意就是,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上学迟到。 再分析一下,先行词是the reason,后面的定义从句用why引导,且why还做从句中的原因状语,说明他为什么迟到的原因。 再比如,I know the reason why he left,我知道他为什么离开,先行词是the reason,引导词用why,从句他为什么离开做原因的状语,最后一个引导词是where,表示地点,where指代的地点,在定义从句中也做地点状语,比如,this is the school where I studied three years ago,主句这就是那个学校,哪一个学校呢? 后面的从句会说清楚,就是你三年前学习过的学校,所以具意就是,那是我三年前就读的学校,再仔细分析一下,先行词是the school,是地点,且where指代的地点,做从句中的地点状语,说明他三年前学习的地点是在学校,所以用where这个关系副词引导,再比如,I like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,我喜欢那个地方,什么地方呢? 后面是定义从句,先行词是the place,引导词是where,表地点,具意是我喜欢你住的那个地方 OK,这个视频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回顾一下,两节视频讲到了引导定义从句的引导词,分为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 常见的关系代词有which,who,that,whose 关系副词有when,where,why 好了,在视频中讲到的考点记牢,快去巩固练习吧 哦耶!